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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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是很抱歉 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沒有在閉字的時候 拍一部很厲害的戲 就是故事性的影片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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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有事外出 我傻眼 喂 老闆你好 我是那個 對對對 我昨天有跟妳吃 小姐 好 謝謝妳喔 好 掰掰 真的很衰 欸 妳真的很衰欸 我覺得是妳啊 因為我覺得我很幸運啊 這妳在哪 對 比較好奇啊 我們上路面也比較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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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焢肉飯 一個牛肉飯 一個肉糟飯 我吃的是招牌 所以它起來也好 好嚴重 欸 好吃嗎 很好 而且它的肥肉是會滑掉 會不會很久 我覺得等一下不會冷欸 我覺得等一下不會冷欸 因為現在太陽還在晃 沒有 等一下是真的會冷的 好危險哦 很可憐 很可憐 啊 кр昶貝 可以從頭而進嗎 OK usuvi 我們到露營車了 而且我們要進去Check in 不知道老闆會不會讓我們Check in 好累喔 因為我們提早到 下午3點才可以去 我們已經吹到底了 我的時速只有35欸 沒有人欸 哈囉請問有人在嗎 哈囉 聽到 怎麼辦 我們剛剛租機車也是空的 老闆有事外出我傻眼 現在來 你還在這裡空無一人 Check in的櫃檯 我今天是水啊不行欸 我們現在要進去開箱我們的露營車了 走吧 我現在回到露營車 剛剛就是介紹完這個 很小的環境之後 我現在就是 想要躺在這裡 不想動 他現在一回來那個露營車就開始蝦忙 東忙西忙 比你他在那裡像他爛泥好了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囉 YES 我超餓 看 這是國的海鮮 這個我快到時候 看 這是國的海鮮 好吃嗎 好吃嗎 我們現在要去的對面就是全台灣海拔最高的SIFT 清淨最高 顧佳門市海拔2050公尺 流念區 流念區 嗨 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就是回到剛才很多飯店覺得這只是一台車而已 好慘 我今天真的原本以為騎上清淨農場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不過就是騎到一半也沒有上山 超累 不是 而且清淨農場是就是很多人很常來 我就想說也沒 應該很容易吧 對 我沒想到真的是那個山路 我這個原本已經這樣 手都已經這樣了 然後只有40 重點是它那個彎真的會暈累 我第一次有覺得騎機車也讓我 摩托車很暈 有讓我覺得暈了嗎 我差點滾過去 好 反正我們就明天起床再相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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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上山 出發去武嶺了 因為民宿要上去的路太斜了 因為民宿要上去的路太斜了 所以它不改後座載我 叫我走上去 超冷的 就是很抱歉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沒有在閉置的時候拍一部很厲害的戲 就是故事性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這四年的大學生活 還是過得很充實 很充實的打工 然後有交到可以一起瘋的朋友 好冷喔 在這一個應該越來越現實的年紀 你依然遇到了一群不那麼是快 也不那麼現實的朋友 其實我一直以為上大學遇到的人都會 就是只能一起玩樂 一起做一些白癡的事情而已 沒辦法跟對方說一些很心理層面的事情 可是我遇到的人好像不是如此 我遇到的人都很好 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 也可以互相聽對方說很多很多的想法 反正我就是覺得 可以在這樣子很好的年紀 遇到你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駿駛人 我現在的時候只有二十 太乳了 國家公園啊 不明奇妙 欸 你看 我們看到泰魯閣國家公園 泰魯閣國家公園 我們好厲害 我手快凍 我手已經凍傷了 好冷喔 喔 真的太冷了喔 你看我這一條淚痕這樣下來 我已經冷到哭了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我真的又在哭 好難 好累喔 媽媽 油門已經吹到底了喔 每核方都往前了 時速25 29 27 28 我很希望我的未來可以做一份 我很喜歡的工作 不會因為很累 就想要離開這份工作 希望自己能夠多方嘗試 找到自己真的想做的 找到之後就奮不顧身的勇往之前 最大的期許是我希望我可以 雖然說這樣說很白癡 也很像小時候會說的話 但是我最大的期許就是 希望可以賺大錢 讓我的家人都過上很好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天天都開心 然後保持身體健康 然後保持身體健康 即將攻頂 到了 舒服嗎 為什麼 是高山震嗎 因為太高了 我們現在在海拔最高的地方 我心臟跳超快 我們兩個人現在 覺得快身亡了 OK 不然是誰說要上來的 是我 我對不起 其實我當初想要拍這支影片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我招到武嶺 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可是這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是我從大一下就一直想要做的 一直到現在大事下才完成 已經隔了三年 就是因為 我一直覺得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沒有去理會它 所以拍這支影片的目的就是 想要告訴大家 這件很小的事情 如果再不做的話 真的一輩子都不會去做了 只因為 我們現在都還是學生 還可以任性 還可以很自我 還可以有 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以後長大了 工作了 時間沒了 長大也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騎機車上武嶺 我坐車就好啦 所以我想要告訴 所有還是學生的大家 有任何想做的小事 能完成就趕快去完成 即使這件小事做了 不會改變你人生什麼 可是它都會成為 成為你人生中很好的回憶 也許三四十年之後的我 想到這段回憶 都還可以覺得自己是很年輕的 我們終於上完屋嶺了 轉轉轉 你轉轉 我都被你擋住了 屋嶺 我們要下山囉 終於要下山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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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用靠綠軍 我們就是靠眼睛 沒有你們現在看到 就是已經靠過去了 屁啦 我們下山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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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山囉